从1950年的角度来讲的话 实际上在中国现在当代的文化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 很商业化的 非常商业化 是吧 这个的话跟你们长大的时候 或者是说咱们长大的时候 就非常不一样了 对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的文化的商业化 是文化的一个初级状态 我们再过 我想如果中国的经济 像现在这个速度发展 如果平稳的再发展30年 我们改革开放30年 再有30年以后 那我们文化的形态往往不是这样 这个钱是挣出来的 是忙出来的 这个文化是闲出来的 文化得闲着 说你这一天晚上忙忙忙的 你看那个办画廊的人 一天到晚忙忙的 那都不叫什么文化 那无非就是跟卖鞋卖袜子的 没啥区别 真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真正你看那欧洲做画廊的人 你说我想买一张画 你知道他跟你说什么 他说对不起我下班了 咱们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我进屋说 我要买你这东西 他跟我说对不起我要下班了 他不会说 为什么呢 我巴不得卖给你呢 对不对 我今晚就送你们家去 你们家钱在家 我跟着你去 对吧 他是忙 这一忙就完了 中国历史上很多经典的文化 都是闲出来的 那是社会富足 那就是说富有是文化发达的第一步 第二步就得有一批人闲下来 对来追求这个 来追求这个 这个东西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享受 不是物质的 你说你当会挂你们家墙上 又不当吃不当喝的 对不对 你不就是一看他吗 是是是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 如果说追求点文化 还得多需要让我们的人的话 闲着一点 对 再速度放缓一点 放缓一点 你们50年的人是 我觉得是 你觉得在50就是跟后头的人比 是最闲的下来一批人呢 还是最闲不下来的一批人 我觉得笼统说50后都很难 因为50后呢 确实是 在这个社会的这个阶层当中呢 有他的精英的代表 你看今天各个领域的精英 往往都是50后的 对不对 对 你仔细想 就是最上层的话都是王石 比如说 对 你各个领域 包括政治上头 对 你包括艺术上的 各个方面的人 你却挑出来 大部分都是50后 为什么呢 第一 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 就这个岁数50多岁 对 他既有了生活的积累 是吧 又还年富力强 就是今天的人的生活 身体状况比过去的人好 过去到50 我们小时候看50岁 就是老头子 对不对 今天就我头发也白了 也是老头子 谁看也管我 叫大爷了 但是体 但是体能 体能没有问题 就精力没有问题 对 这些人都连周软都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你再年轻一代人 你比如40岁30岁 那么你的阅历有一个问题 这个阅历呢 今天的这个人的阅历呢 跟我们那一代不能比的是 他没经过那么强烈的动荡 是 所以再过十年的话 50年生的人 真的是应该是 就都搞好 退休的年龄 也就是真的是闲下来了 对 也就是都应该开始有点时间 去忙点文化上的事 写点东西 什么的话 你觉得那个时候 会不会就是50年的话 还有一批东西会出来 像80年 对我想可能是会有一些东西 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就起码是一种人生的总结 我们的人生不能老让别人总结 我很希望自己总结自己的人生 就是简单的说 我看到我身后的事情 我们大部分人看不到身后 俩的眼一闭 不知道子孙还在打官司 这事都不知道 对不对 我们希望把这些事都处理好 这个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 今天聊的呢 是50后 那我呢 明显感觉出来 50后对我们这些60后 就是大哥哥 大姐姐的感觉 这是绝对有的 都觉得 得听听他们是怎么想的 毕竟的话 精力比我们都丰富